欧洲版的后院格斗带给大家 首先和大家声明 今天有三场比赛 大家看镜头条也知道 今天的视频只有六分钟 三场比赛 说明这每一场比赛都是终结对手 从现场的环境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小树林里面拦了一片围栏 这就成了一个比赛的赛场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一场裸拳赛 比赛双方选手都长得很帅 一个是输了背头 一个是扎了辫子 比赛前的气氛组也是五花八盆 有耍双截棍的 也有耍大刀的 现场的举牌绿郎 也是换成了低配版的举手绿郎 毕竟预赛有限 人时就省 那么好 现在比赛双方的选手已经走进了立台 那么好 穿着红色衣服的背头 对阵穿着黑色衣服的长毛 现在比赛开始 裸拳规则 两人也没什么试探 背头的拳击基本功更扎实 背头想摟抱抱摔 两人来到了龙边 背头再次尝试抱摔 被长毛防住了 长毛被背头摔倒 长毛起身的瞬间被摆拳打中 长毛失去重心 背头上部左右的摆拳 背头的一个后手摆拳 把长毛给击倒 哇 裁判终止了比赛 长毛被TKO 非常可惜 长毛输掉了比赛 这场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下一场比赛 两人拥抱一下 虽然输了比赛 但是不得不说这两人长得还是很帅 不管是背头还是长毛 好我们接着来到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这个第二场比赛 两人是带了分支拳套 带着红色拳套的大山 和带着黑色拳套的小帅 小帅的个子更高 现在往大山这边逼近 大山的后直拳反击 小帅组合拳 小帅的拳速很快 大山的打法很猛 但是很乱 这个拳出的也不怎么标准 小帅的一个肌腹拳 前摆打着后直 小帅的防守滴水不漏啊 基本上没有吃什么拳 小帅的勾拳打中 一波组合拳再次打中 小帅上步 后手击辅打中 前摆命中 就是这个前手的摆拳 非常的精准 大山直接被打晕 这场比赛 小帅和大山的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 小帅打得非常的不错 可以说是无伤拿下 你看大山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大山在地下躺了一会儿 终于起来了 还没有什么大碍 现场围瓜的吃瓜群众啊 都给双方选手鼓掌 大家不要走开 后面还有一场精彩的战斗 好 今天的第三场比赛 也是一场裸拳赛 大壮对阵蒙面哥 至于蒙面哥为什么要蒙面 我就不太清楚了 应该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长什么样 好 现在比赛开始 大壮往前逼近 蒙面哥看起来 好像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啊 打得没什么章法 很乱 大壮直接上腿了 大壮使用了个断头台 把蒙面哥带到地面 蒙面哥现在来到了上位啊 看看能不能振脱 好 蒙面哥现在来到了上位 砸拳 看看能不能立封翻盘 哎呀 蒙面哥一下失去了重心啊 再次倒地 现在换成大壮 来到了上位啊 来到个侧位的砸拳 哇这个很重 看看要不要终止比赛了 蒙面哥现在必须抱头防守的份 顶歇 好最终蒙面哥被终结 裁判终止了比赛 最终我们要恭喜大壮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今天的三场比赛 三场终结 欢迎来到硬汉解锁弹 这里是小北格的频道 我是老北 我们下期精彩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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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精彩